美國白宮發言人莎琪 今天在例行的記者會中 針對媒體提問 美國總統拜登跟俄羅斯總統普丁 會不會就烏克蘭危機進行會談 莎琪明確的表示 兩國元首目前當然不會會談 而重啟會談的重要關鍵 就是俄軍撤離 俄羅斯總統普丁宣布承認烏克 東部兩個地區獨立之後 包括了美國英國以及歐洲多國 相繼的宣布 對俄羅斯進行經濟的制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今天上午也跟進 對俄羅斯採取了制裁的行動 岸田文雄宣布 對俄羅斯的制裁範圍 包含了停發相關人員的簽證 凍結資產也禁止出入口 俄國債券也不得在日本發售 而對宣布獨立的烏東兩個地區 日本同樣是進行的制裁